這次新專輯Tribble 這首歌多數都是圍繞著一些 我會形容是顏色沉的主題 或者是歌出發的 當初是因為曾經有一個時期 我以為自己失了聲 唱不上歌 所以很down 於是選了很多歌 我也是比較沉重的歌 今次第三張專輯 上兩張有什麼新嘗試? 有什麼特殊? 新嘗試應該會是 假冊了其中一首我和朋友合作的 Hip-Hop少許的歌 以及全部的第一首歌 都算是我專輯出現的第一首歌 是的 造型上好像很特別 很暗黑和大了好的面具 有沒有說有什麼意思? 造型這方面就是公司的工作 因為當初我就說 這首歌是比較陰暗的 塵色一點的 塵色一點的 你們幫我去想 於是他們就想了用面具 去表達別人的情緒 是的 最喜歡哪個造型 最喜歡哪個造型 其實我想現在這個造型 應該會是我蠻喜歡的造型 因為很少我會畫到這麼深的眼影 還有嘴唇那麼黑 但是這幾條頭髮 其實很硬 我覺得呢 當你化妝 或者當你穿了某些衣服的時候 你會很自然地墮入了那個角色 然後就 沒有設定一些 場景給自己 給一些想法給自己 試圖去表演那種情緒 是的 那有沒有說今年的目標是什麼 音樂上面還有什麼想試 今年的目標還是年年的目標 就是今年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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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希望在今年 如果有演唱會的話 我希望是可以 有得選擇脫不脫衣服 是的 脫不脫不脫衣服 就是脫不脫衣服 但是希望有得選擇 那現在是有成果沒有 現在是沒有住的 但是我都保留了 兩三個禮拜 就是早上 那除了音樂和電影 接下來還會忙些什麼 有沒有什麼範疇 就是花界嘗試的呢 我想都是會專注於這兩方面的範疇 但是當然在音樂上面 就開始寫了 真是自己寫的首歌 原來宣傳 其實幾首的 但是未來將會出了 還有 今次比之前 準備多了很多 為下一隻專手 或者為你今的歌 所以就 認識多了 最後 上次三次演唱會 就伸延了去澳門和文化中心 那你下次再開演唱會 有沒有想過要伸延到哪裏呢 如果下次再開演唱會 開到演唱會 去哪裏開演唱會 去哪裏開演唱會 其實真的沒有數 但是自己的思心是所謂加大 畢竟當時在那裏讀書 如果可以去那裏都開心 我會想 嗨